是家屬 你的感受情何以看 在公民黨市議員陪同下 高雄市議長許坤源的 一雙林思雨 到地檢署案例控告 7名涉及誹謗許坤源的人 我先生託夢給我 要我堅強 所以因此我決定 換悲分 回家 我這口氣真的忍不下去了 是因為他的尺度過於誇張 但有些是身為政治人物 他需要去檢討自己的言行 而不是自己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家屬提高的對象 包括名嘴姚立民 台北市議員梁文杰 桃園市議員王浩宇 施敏德的妻子陳家軍 台聯政策部專案研究員朱俊彥 以及許信跟簡信 兩名網路惡意留言者 總共7個人 更透露未來不排除 還有第二波提高對象 其實我在臉書上面 也第一時間就已經致歉了 但是如果家屬堅持要提高 那我也只能尊重 如果只是一個臉書的貼文 引用了新聞標題 卻要被這樣子持續的 無限上綱政治操作 我想社會自有公平 桃園市議員王浩宇 他PO文解讀 許昆源墜樓是力挺韓國瑜 雖然事後撤掉 但還是引起軒然大波 但得知要被告 又在PO文反問 請問這是要告什麼 他做出這樣的決定堅強 因為他覺得 他的老公是不可以被抹黑的 但是司法的事情 我們還是尊重雙方的 或者是許議長他們的一個決定 家屬原以為抹黑跟誹謗的言語 都會隨著告別 時當天就落幕 沒想到效益擴大 還扯上政治角力戰 只能期盼藉由司法裁決 來劃下句點 記者林鄭和蔡 吳野林智慧 高雄報道